重温经典,以古建经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读孙子兵法 来读孙子兵法军行篇的最后一个章节 是故圣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善用兵者修道而饱法 故能为胜败之正 所以,打胜仗的军队总是先创造了取胜的条件或具备胜算 而后与敌人作战 而打败仗的部队总是先交战 在战争中想侥幸战胜 善于用兵的人前行研究至胜之道 从基本面强大自己 修明正直掌握至胜的法治 所以能主宰胜败 动目的注解叫道者仁义也,法者法治也 善用兵者先修仁义,报受法治 自为不合,胜之正 四敌有可败之戏,则公之能胜 所以修道宝法就是胜败的正 这个正是指正治的正 胜质,胜败贞 在史记篇中有武士七级之胜负 通过武士七级的比较,预知是否可胜 在谋宫篇中有利于胜利的五种要素也能预知胜负 如果预测可以获胜,那么就可以战斗 如果预测不胜,那么就不战斗 增加军队实力可以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修道而宝法论述了史记篇武士中的道合法 道是使得士兵和民众和军主思想一致 这样就能增加军队的战斗力 只是思想一致,如果军队本身能力差 那么也会容易失败 非法就是论述军队的建设 包括趋制部队的组织编制制度 管道军官的职责范围规定 和主用军需物资的供应管理制度 为什么军行篇只论述了武士中的道合法 而没有论述天、地和将吗 因为军行篇主要讲军队的实力 天和地属于自然因素 良将又可遇不可求 而道合法 这两项,任何时候都可以花费精力和资源去加强 提升道跟法也是让军事实力变强的要素 军行篇这段主要讲用兵的基本面 包括军事力量、政治能力、军队管理等等的基础工作 打仗前要先计算的是你具备多少胜利的条件 而从军行的核心理念来看 战争的胜负是双方基本面力量上对比多胜少强胜弱 因此开战前要先分析双方具备多少胜算 就要聚焦于战争基本面的量化分析 例如参战的军兵种、武器装备种类、作战模式 海陆空编制、协同作战能力、人员 后勤补给能力、管理能力、计划执行力、外交、地理优势、各种筹码等等 依据信息数据再将其进行量化比较 找出胜算 以上就是孙子的先胜观念 先求出胜利条件是军事作战前用意指导战争胜负的 重要战略原则 《道德经》里面说自胜者强 呼应了孙子兵法中立于不败之地及不诈而屈人之兵的道理 这一切都说明强大自我增加胜利筹码 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从最可控的我方基本面下手 唐太宗在统治时期的成功 以及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崛起 都是修道而宝法很好的例子 他们并不是通过战争来取得胜利 而是通过修道宝法强大自身 吸引了其他势力的加入 从而达到了战略上的胜利 现代社会同样如此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关注对手 追逐竞争结果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策略 更重要的是 应该专注于强大自身 通过持续的积累和努力 才能真正取得持久的胜利 从古至今 很少有强大的势力能够持久 《道德经》有言 圣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不争 是人生最高境界 而孙子提倡的最高境界也是不战 不战而胜 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不需要跟你打 但你已经输了 结合我们对孙子兵法的解读 我们就会发现 进行战争难免会受到损失 如果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战争 往往损失更大 即使能够不断打胜仗 也无法应付大胜之后 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 秦朝的灭亡 马其顿帝国的崩溃 都是这个例子 因此 圣人者虽然有力 但是却不一定持久 因为外部消耗也大 相比之下 自胜者则在不断地保存 和发展自身实力的同时 无阻力地吸引其他弱小势力加入己 这便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就像草原上的尖茅草一样 在表面看来并不起眼 但是通过不断地积蓄实力 最终成为了草原之王 因此 要想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不断地自强 只有自身强大了 才能够使得他人心服口服 从而取得最终的胜利 这不仅是一种战略 更是一种生活哲学 是在现代社会中 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则 兵法一约度 二约凉 三约术 四约秤 五约胜 地身度 度身凉 凉身术 术身秤 秤身胜 故身兵若以义称朱 败兵若以朱称义 圣者之战民也 若觉积水于千人之息者行也 兵法 一是度 即估算土地的面积 二是量 即推算物资资源的容量 三是数 即统计兵员的数量 四是称 即比较双方的军事综合实力 五是胜 即得出胜负的判断 度就是衡量 地身度 就是衡量敌我国土产生的各种资源大小 国土的广辖大小影响着粮食产量 而粮食又决定了人口兵员数量 度身量 就是经过衡量后 统计国土实力衍生出的力量 包括军队的数目 财力 物力 补给能力 可投入作战部队武器等等 其中兵员数量则影响了兵力对比 以古代战争来说 兵力对比的优势在军事中至关重要 孙子并以重量单位来比喻兵力对比 强到了兵力数量对比的重要性 经由推算双方国力强弱 推算出战争后胜负的概率 胜利者的军队在兵力对比上 就像是用重物称量轻物一样 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胜利 而失败者的军队则如同用轻物称量重物一样 处于绝对劣势注定会失败 孙子兵法非常重视计 计就是计算 简而言之就是将战前获得的所有信息 进行量化计算 分析比较所有信息在战争中 会产生什么胜败得失 现代战争中军事量化技术非常重要 主要是将军事领域中的各种因素数据 和指标进行量化 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军事问题 这些技术可以含带多个领域 包括情报分析 作战规划 武器系统评估等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军事量化技术 一 情报量化分析 利用各种情报来源和信息 通过数据分析和建模技术 量化敌方军事实力 意图和行动 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 二 作战仿真模拟 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作战模型 模拟战场环境 武器系统性能部队行动等 评估不同作战方案的效果和风险 三 军事统计分析 对历史军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揭示军事规律和趋势 为军事决策提供经验总结和参考 四 武器系统性能评估 通过实验测试和数学建模等手段 对武器系统的性能进行量化评估 包括射程精度杀伤力等指标 这些军事量化技术可以帮助军事决策者 更准确地评估形式制定战略 提高作战效率和战场升算 为军事领域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美国兰德公司 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于史 也是美国军事方面最重要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 是世界知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又称兰德智库 最牛逼的预测是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结论 中国出兵参战 美国兰德智库的战略评估和决策咨询报告 就是御用信息量化的技术来分析各国战略 后来兰德公司又成功预测了 中美建交及古巴导弹危机 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 这些预测使兰德公司的名声如日中天 成为美国政界军界的首席智囊机构 孙子始终强调的都是基础和实力 成功都来自于日积月累 而不是奇思妙想 成功者都是一直在做最基础的工作 而且始终关注基本面 关注基础工作 我们说孙子兵法的核心是先胜后战 胜和战要分开来看 是两个阶段 先是胜 基础工作就是胜 基本面就是胜 然后是战 那时候可以想点巧妙的主意 我们的问题往往在于 总是关注战 不关注胜 就想虚强求速 所以没有胜就去战啊 那就没有胜算 这一段还引用了水的比喻 表达了集中兵力的力量 就像掘开千刃之高的山剑积水一样 聚集的力量如此强大 足以冲击万丈 这形象地描绘了集中兵力的强大威力 因此 孙子强调了集中兵力的重要性 通过集中兵力来产生对比优势 从而获得胜利 第四章强调了以兵力对比优势来取胜的原则 他比喻胜利的军队如同用重武称梁青木一样占据绝对优势 而失败的军队则相反 这个比喻反映了军事中兵力对比的重要性 土地面积决定了粮食产量 粮食产量决定了兵人数量 兵人数量又决定了战斗力 而战斗力的对比决定了胜负 因此兵法中提到的度、量、数、称、胜等概念都是从兵力对比的角度出发 强调了兵力优势的重要性 义、珠等于576比1 义和珠是古代重量单位 义等于24两 义两等于24珠 义义就相当于576倍的珠 胜兵义称珠是指兵力优势对比越明显 获胜的概率就越大 胜利的天平倾向于力量更大的一方 克劳塞维茨通过研究战争时 发现两倍兵力足以战胜敌人 随着兵力对比优势的增加 获胜的概率也在增加 现实中并不是兵力对比优势越大越好 因为还有节约兵力的原则 如果追求每次战斗都以十倍的兵力打击敌人的话 那么如果敌人的某一局部战场有一千人 我方就要调动一万人 而如果敌人战场有十万人 我方就要调动一百万人 随着敌人兵力的增加 我方调动兵力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并且现实战争中会有多个战场 不可能每个战场都会有这样大的兵力优势 如果两倍兵力足以打败敌人 调动十倍兵力的话 在资源和时间上的浪费会很多 本来剩下的八倍兵力在别的战场 还可以取得比这个战场更大的成果 所以调动的兵力越多 成本越高 按照管理学中丰田生产方式的思维 物竞其用的状态是最好的 产出的成果最大 成本最低 地数出田数 田数出粮数 粮数出兵数 兵数升比较 比较定胜负 按照孙子的逻辑推理关系 地数越大的国家可以耕作的田越多 田越多可以产生的粮食就越多 粮食越多可以供养的兵力就越多 兵力越多 胜利的可能性越大 土地的面积决定了积养 积养决定了兵力 所以以前的战争经常是以争夺土地为战争目的的 宋城割地成了战败国主要的购核手段 随着种植业的发展 较小的田数也可以供给越来越多的人口 此时抢夺土地已经不是战争的主要目标了 国家开始抢夺资源和市场 比如抢夺石油和要求战败国开放 在近代 国土面积对于战争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 战争论写道 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不可征服的 克劳塞维茨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国土对于战争的影响 他说我们把主动向本国腹地的退却 看作是一种特殊的间接的抵抗方式 采用这种抵抗方式 与其说是我们消灭敌人 还不如说是让敌人用毛泪脱垮自己 因此 在向本国腹地退却的情况下 防御者根本不准备进行主力会战 或者把主力会战推迟到敌军的兵力已经大大削弱以后再进行 战争论中向腹地退却是延世决战 通过劳累和挤养部族扑垮敌人 从而降低敌人作战热情和能力 最终达到力量反转而战胜敌人 孙子在作战篇写道 敌兵久而国力者 为之有也 这是针对在敌国作战的进攻者而言的 在敌国作战越久 锐气质会下降的越多 从而使得战斗力下降 季孙子所说的圣久则顿兵错锐 长久作战对于异国作战的进攻者不利 那么相对而言 长久作战对于本国的防御就有利 而浮原辽阔的土地才能使得向腹地退却的时间加长 从而消耗敌人 吉仰对于战争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孙子兵法论述了国土面积对于吉仰的决定作用 而吉仰又决定了军队的绝对数量 进而影响胜负 战争论述了国土面积对于防御的重要作用 国土面积广大可以使防御者向腹地退却 从而使用吉仰困难等各种阻力来消耗敌人 最终达到军事力量的逆转 然后打败敌人 1812年的俄法战争中 俄国通过向腹地退却并且损毁一切吉仰 以此来消耗敌人 减少敌人的战斗力 当兵力对比到均衡或逆转状态后开始进攻 最终打败了不可战胜的拿破仑 吉仰不仅包括粮食等 还包括武器装备等 管理学的质量专家朱兰博士说 美国值得向全世界夸耀的东西就是 挨逸工业工程 美国之所以打胜一战 又有打上二战的力量 就是因为美国有挨一 当战争进入一种僵尸阶段或者消耗阶段时 哪一方的吉仰攻击得更好 就更有可能获得胜利 美国的工业工程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美国可以在相同时间内比敌人生产更多的飞机大炮 投入到战争中 这样就在战争中获得了优势 进而获得胜利 这句话中最重要的是积水 相当于急距 距离 集中兵力的意思 如果水量很少 即使从很高的地方放下 冲击力也是很小的 但是如果水量很大 那么冲击力就会非常大 水量用来比喻兵力 数量越大 力量越大 同样数量的水 如果是一点一点的从高速落下 那么冲击力很小 但是如果将水集中在一起 同时冲从高速落下 冲击力就会非常大 这也就是集中力量可以增加冲击力 从军事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集中兵力 产生兵力对比优势 以优势兵力打击对手落出 进而获得胜利 胜利者一方打仗 就像积水从千任高的山剑冲决而出 势不可挡 这就是军事实力的表现 好 好 谢谢